花莲市国父里连续多年在中秋节号召社区民众一起来做爱心月饼 并且把月饼分送给里内的弱势家庭 里长庄万来表示 这项活动获得了社区民众的热情响应 每年都有上百位的婆婆妈妈一起来帮忙 一次要做400多盒的月饼虽然有点忙 但看到大家欢喜的笑容 里长觉得这确实是件有意义的事 国父里长庄万来他早年是一位高饼烘焙师傅 他做的蛋黄酥和小月饼口味相当受欢迎 担任里长之后 他就号召社区的婆婆妈妈们一起来做月饼 透过他亲自指导 每年中秋节前夕都做出数百盒的月饼 要分送给里内的弱势家庭 每年我们都有办中秋DIY 我们的里民大大小小都来做DIY 做的产品可以分送给我们里内的家庭 比较低缩的还有些单亲妈妈 还有老人家 我们每年都有做月饼的关怀他们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举办我们中秋节的那个活动 给大大小小的那个婆婆妈妈他们的DIY 做好的产品 他们可以带回去给他们的小朋友 还有这个村里大王 大家吃个好吃的中秋节 过节的好年 过节的非常欢迎的中秋节 里长庄万来亲自知道 里长娘和里长儿子也在旁边帮忙 而专业的大烤箱更是搬到了活动中心 在大家的合作之下 一颗颗的小月饼和蛋黄酥出炉 里长说每年要做400多盒的月饼 除了送给弱势家庭 也分送给社区的志工伙伴们 大家一起欢喜庆中秋快乐国家节 却如会幻视报导